各位大大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这个流程图是用哪个软件的 我感觉特别的清晰 这个是翻火推进 这个我一会发行李了 这个需要付钱吗 这个是关键 这个不用钱 这个不用钱 用代码生成 这个就是手写 我感觉好像讲的不是特别清晰 反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一下 我也有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Lab P2P 我们就如果只是用 你可以梳理一下我们的接口 比如说 比如说Snar的Connect 是吧 那些主要几个接口 对于开发者用这个库的话 你说用这个库是吧 对 我记得是那个P2P网络这一块 就是有两个组件 一个叫Live P2P 就像IPFS 他们都用的是Live P2P 然后另外一个叫Dev P2P 不太清楚 好像是有两个组件 不太清楚 他们之间有啥关系 我也刚要问这个 一个是协议实验室的 是吧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得问周博士 但我早期看过Go Ethereum的 比较坊的那个 他应该是使用了Live P2P 就是Protical Labs 就是CFFPS 应该是中博士 这也不是说过 就是ETH2.0 不就是用的Live P2P 很多 就是他Live P2P 那我们两个人没写没写详细 对那是好的不好用 对对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Dev P2P是以太坊 他是针对以太坊 模块去开发的 然后同时就是他们在开发过程中 发现Live P2P同时也在做 然后当时有社群面有人问说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Dev P2P换成Live P2P 但那个时候估计P2P不是特别成熟 所以的话就是说以太坊 他们就用了自己的这个Dev P2P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自己实现一面 到了以太坊2.0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你去看以太坊2.0代码的时候 那么就已经就是开始 就是说使用了这个 没有使用自己的Dev P2P了 那么可能有一些就是其他一些 我没看他们的那个design的这个choice 但是就是说 他们就是完全使用Live P2P的 这个去做他们的通信管理 但是证明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做Live P2P 因为我最近也有些项目 用Live P2P 包括比如说如果你对一些 像这种跨链桥 他们之间的很多内部的通信 也是用Live P2P来做 比如说像Warmhole这些 然后但是就是说 你如果勾出Live P2P的这个代码的话 你会发现这代码其实是非常非常 很文档是一方面变化很快 这些话就是不是那么全面 就是他到底怎么做原理什么这些的 就像比如说刚才陈英龙给演示 他怎么去进进这设置最大的连接树 什么这些的东西都还在 但是在Live P2P我当时实现的时候 我是找了一圈 我是没有找到这相应的一些文档 那么最好的文档是什么呢 就是你直接去找那个以太坊2.0的 关于Live P2P 还有在上面就做了一层封装 就是一层封装 使得就是大家用起来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太考虑Live P2P的一些细节 但是他把一些比如说 Connection Management 这种Stream Handling 还有这么像那个TOPIC 这种Broadcasting这些东西都封装起来 然后你就直接拿这个库套到你自己想要用的一些应用上面去 我觉得这可能会更简单 因为这个就是或者你可以找IPFS的怎么实现的 但是我至少我看以太坊2.0 他们做了一层所有的interface分装 就一个文件对吧 把它所有interface分装 然后再分别实现 那的话你需要 比如说我找Connection Manager 我想要控制我的这个Connection的数目 就是Inbound Outbound 你就看以太坊2.0实现了对吧 然后或者是说 我要去做一些Stream Handling 或者我要做一些TOPIC Broadcasting 我怎么做 对吧 以太坊是怎么用它的 然后你可以去看 就是里面 就在你看以太坊用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节的一些考虑 就是它在你在文档里面 你是看不到的 然后就是你问题要达到一个比较不错质量的话 那么我觉得是 然后我怎么找到以太坊呢 是因为我当时找不到这个 它的Connection Management代码局势 然后我在谈论谈去搜 我就发现有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 然后这个Protto回来了 所以他这个人名字 这个时候干嘛 以太坊2.0的开发者 都遇到 就是这边其实挺多坑的 说实在 但是如果你能够 就是说直接有他们的这种资源的 比如说这人的 这种access的话 或者说你知道那种就是关键资源的话 你可以就有很多时间和经历 就是我至少看到了这个关于使用这些东西的一些 我都是一些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也研究过IPFS 我看到LiveP2P的时候 它是我看它的设计思想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零件化的 它不是说我要生产一个框架或怎么样 我当理解当时 比如说你要去做QIC 或者你要做什么MuPlex 就这些通讯 那个传出协议生 你要做内网传透 那些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场景的 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 给你提供一个库 然后分门别类 就是什么都有 然后你想用哪个就去用哪个 然后我理解大概就是这样的 也没有说要什么统一成一个什么什么的东西 反正就是一大堆零件 你愿意用哪个用哪个 就是在模块化设计角度来说 LiveP2P相对要远比 DevP2P要好很多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对吧 比如QIC 协议 包括我的这个P2P网络 使用什么样的这个加密 对非得性加密协议这种 这种库的这种选择 就是LiveP2P的话 在这方面就支持 就是比DevP的一样好很多 DevP2P 比如说你写这个enode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example enode 这个enode的话 你必须 它是必须用ECDSA的一个public key 然后对应的这些信息要写下去 但它只能是ECDSA 就它的那个Protocol 格式只能支持ECDSA 然后 所以的话就是说 如果是我 比如说我要设置一些boostrap node 我需要把设置他们的IP地址 还要设置它的公钥 那么而且它的公钥会根据你不同的加密的 这个对称性行动 比如说 ED25 19 或者是那个 这个ECDSA 或者是其他的对吧 RSA 然后那么它的这个 就是它它只要你把这个 它有一个统一的这个 就是叫做 Multiporticals 就是一个一个格式 你就可以全部设置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要添加一些新的一些加密库 在在里面的话 那么相应的话就会增加很多 不相当 P2 所以你必须要去专门做定制的行为 对 那它那个 那P2好像还是用它用了 Dep2 可能跟Dep2 P一样的 好像还是用了这套给点发行锁 它的很多一些 对 对 这个可 可 D 就是 这KAD 就是这个 对 KAD 就是 KAD K的 就是 就是其他核心 都是用的一样的 然后有一个稍微一点区别 就是说 这个在 比如说 LibP2P里面 他们的那个 Topic 那个管理 机制 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 就是一些算法在里面 这个后 我至少现在看到 在Dep2P里面 其实是没有看到 就是 就比如说 Dep2P 其实这边有一个使用场景 举例来说 假如我现在出了一个块 出了一个块 然后Dep2P的话 我的理解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出一块 我会去到我周围的节点去广播 对吧 然后其他节点 有些就广播广播广播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快的信息 跟其他都收网络 然后 然后那个LibP2P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方式去 就是说去广播某一个 某一个topic 然后当然说实在就是 我也发现在有些场景下可以 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就不是那么 就是 就是说你有那些 但是他的 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算法 他设计了一个 就是说挺有意思的算法去来实现 就是说有多个topic 情况下怎么去 就是因为在以太坊 这边的话 他的这个popstart的模型 是所有人都必须要是监听 我一当广播这个块的时候 我所有节点都需要去接受这个块 但是LibP2P 它是做一个专门的topic based模型 就是说 你感兴趣的人 你可以参与 不感兴趣的人 你不参与 那么这样的话 你不感兴趣的人 其实你就不会受到这些traffic的影响 对吧 因为比如说我如果对 对一些 一些信息 比如说某一个topic 我不感兴趣的话 那么它是可以让你根据 这个不同topic 然后去分辨 分辨别的 但DevP2P 实际上还是广播 是类似性质的 对吧 一旦出了一个新块 或者出了一个什么 新的新的消息 它都是立即广播 所有节点 然后但是它其实是认为 所有节点都是对这个信息感兴趣 就是没有一个topic 这个specific design 那这边就是有一些 扩展性的方面 就是LibP2P 就是我觉得是做的 就是会更 更好一些 但是 就是可能有些 有些行为 还有一些文档 估计就是 你如果对它不属 就需要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去去使用它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实用纪念 因为我们现在也用LibP2P去实现我们那些共识机制 然后那些 然后 然后就是还是有很多一些坑要去要去采 对 OK 看一下 有 我好看 看P2P 只要是 感觉就是P2P它这块代码都会有 涉及到太多太多channel了 然后会发现挺难看的 我好 其实实际上我是想说 其实我是想说看能不能讲得更好一点 那我发现能力不足 它channel太多了 然后你要把它抽象出来 好像抽象的也有点难 可能也理解不够深 然后 我